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这是一种信念 坚定笃刑 这是一种情怀 历久民心 这是历经65年沧桑砥砺的誓言 这是三十万深深学子 心火相传 为之奋斗的梦想 他源自一所大学的使命与担当 在65年的奋进征程中 始终与祖国血脉相连 揽圣神州 庆祝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建校65中年特别节目 我为祖国现实油下集 梦想如歌 星期天下午三点 李根生步履匆匆地赶往老师沈中厚院士的家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 是因为李根生知道 这时老师正好午休结束 作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副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根生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的 但无论多忙 李根生隔些日子 就会抽时间去老师家里坐坐 陪老人聊聊钻井领域新的研究动向 聊聊课题的进展 刚刚过了九十大寿的沈中厚院士 早就习惯了李根生的到来 在老人心里 自己的这个学生就像是家中的一员 有几天不见老人一见面 就问起李根生最近的工作情况 师生二人平常话都不多 但坐在一起说着彼此熟悉的话题 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从我跟沈老师上研究生开始 对我从科研上课上讲台 沈老师把他的那个讲稿啊 还有上讲台的一些那个都教我 所以是教学科研还有做人 一直是带着我 在我身上花的心血 我们跟沈老师交流有时候时间 比沈老师对他自己两个儿子 教流的时间还多 1983年 工读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 硕士研究生的李根生 成为了沈中厚的学生 就此开始了一段师生佳话 沈中厚 1955年来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 因率先提出 在石油钻井中 水涉流结合机械破碎岩石的新概念 并建立了加成喷嘴牙轮钻头设计理论 发明了加成喷嘴牙轮钻头 被称为涉流钻头之父 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时作为老师 他以自己言传身教的方式 引领着学生们的成长之路 是很重要的几点 第一呢 做学问要严谨 要求真 不能投机取脚 不能走捷径 不能浮夸呀这些 他都不一直在叮嘱我们 这是在做学问上 然后在做人上呢 做我们呢要踏踏实实 要干做老师人 一再沈老师跟我说 要做老师人 说做老师人一辈子不会吃亏 为人处事上呢 说是要走正道 不能靠走关系啊 走外面邪道啊 对着我们跟沈老师 这些年一直是 记得沈老师这样 一直是这样 沈老师一直跟我们说 要做老师人啊 老师人一辈子不吃亏 是吧 师从沈忠厚的李根生 从老师手中 接过了水涉流 钻头设计理论 并将之进一步发展 研发成功 深井自证空化涉流 提高钻速技术 2015年李根生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师生双院士 成为十大校园中的美坛 而对于自己学生 取得的成绩 沈忠厚十分自豪 应该这样是 应该这样是 一代一代的人 必得 一代比一代强 一代比一代强 不要 不要怕电视超过 电视超过不过你啊 科学技术就没办法发展 我在这点上 我是有准备的 我不怕电视超过我 电视价不超过我 那就是我的失败 沈忠厚 李根生世生之间 做人之道 学术之道的传承 还在不断延续着 黄忠伟教授 是李根生的学生 也是水射流理论的 第三代研究者 他正在研究探索 以液氮为介质的 新一代高校破研 和压裂改造技术 现在我们想把液氮 用到这个射流里面 因为液氮的温度比较低 零下196度 它和这个岩石接触以后 因为咱们井底的岩石 温度一般都比较高 像西北局的一些深井 温度接近200度 这样有将近400度的温差 靠这个温差 产生热应力 让这个岩石自动地就破坏了 这样可以大幅度地 提高这个钻银速度 降低咱们钻银成本 年轻一代的科研团队 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前辈的理论 而且正在将新的技术 应用到干热盐的开发中 在地热这种清洁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领域 开启新的探索之路 我的师爷 我的师父 可以当之无愧地说 是师德彪兵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就像大学里面第一句话 有一句话叫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心明 子于至善 我现在把这个想法 也是传承 用到教育到 我们这个学生上面 不仅仅要学习咱们这个钻井钻业 同时要培养他们诚实政治的人品 扎根中国大地 坚定卓越追求 实大 以质量立效 以特色星效 以人才强效 临心俱力 加快石油石化学科领域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建设 今天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已经形成了石油特色鲜明 以工为主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学科专业布局 在石油石化行业的辉煌视册中 写下了浓墨仲裁的十大篇章 揽胜神舟 我为祖国献石油 下集梦想如歌 正在不出 2017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两个学科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获凭A加 并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学校全面开启 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目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有矿产普查与勘探 油气井工程 油气田开发工程 化学工艺 油气储运工程 五个国家重点学科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工业催化 两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化学 工程学 材料科学 地球科学 等四个学科 进入ESI排名前列 学校已建成 重制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油气资源与探测 国家重点实验室 以及海洋石油勘探 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 油气钻井技术 油气管道输送安全 国家工程实验室 分室等八个国家级科学研究创新平台 与此同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石油石化学科研究领域优势突出 多个研究领域 居国内领先水平 在非常规油气 新能源等新兴研究领域 发展迅速 十二五以来 获得了近三十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 为促进能源绿色转型 推进清洁低碳能源生产技术的进步 十大主动担当 主动作为 重制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学校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它在重制油化学基础 及应用领域的研究实力和成果 在国内外得到广泛认可 2018年1月 重制油国家重点实验室 徐春明教授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领取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它和团队的研究成果 复合离子液体 碳4 瓣基化新技术 解决了清洁油品生产的重大需求 实现了产品和工艺的双绿色化 打破了国外公司 对清洁油生产的技术垄断 因为石油资源越来越宝贵 那么它除了作为能源以外 我们也希望它作为一个资源 为我们的化工材料 为化学品提供更多的资源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分子层次 来认识石油 利用石油 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 石油分子工程中心 希望在主要 把石油里面每一个分子认识清楚 也希望把它每个分子 变成我们有价值的一个产品 所以让它为我们更高负价值 来利用宝贵的石油资源 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 实验室经过作为发展 我们产生了十一项 有重大影响的技术 也获得了十一项 国家科技技术奖 当然这些奖项 因为每个奖项都有 一二十亿的效益 所以现在也产生了 一两百亿的重大效益 那么实验室的我们的学生 到现在为了在 我们石油石化行业 承担作为技术管理 包括高级管理里面有一大批 也可以说为我们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人才支撑 这也是实验室一个重要贡献之一 十二五以来 我们按照构筑大平台 汇集大队 承接大项目 取得大成果 做出大贡献的思路 不断激发学校的科技创新潜力和活力 取得了一批的科技成果 这些科技成果 无论在数量 质量和水平上 都得到大幅度提升 为我国油气工业的发展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我们也正在不断调整和优化 我们的学科布局 在保持石油石化学科优势的前提下 不断唾新我们新的研究领域 抢占制高点 比如说新能源 新材料 能源经济 深海游戏勘探开发与装备 能源智能化 能源信息化等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在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 坚持走正产学研相结合的 开放办学道路 2013年10月 教育部与五大石油公司 签署了 共建中国石油大学的协议 学校先后与 一百多个省市区政府 企事业单位 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探索建立了 产学研联合培养人才的 新机制 新模式 与此同时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 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拓展国际科研合作 积极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 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 取得显著成果 留学生教育蓬勃发展 十大正在走向 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 国之所需 孝之所重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始终与国家能源工业 前进的脚步 同向同行 以力奋进 2015年 十大再次将目光 取消到了克拉玛伊 这个众多校友 前赴后继 为之奋斗的地方 克拉玛伊的独山子区 是我国石油工业的 发祥地之一 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 石油开采史 和七十多年的炼油史 在独山子石化 王继鄂这个名字 有着特殊的意义 1959年 从北京石油学院 炼制系硕士毕业的 王继鄂 放弃了在某校任教的工作 自愿报名 来到独山子炼油厂 从事油品开发工作 与同事们研制开发了 上百种石油产品 为国防和石油工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继鄂学士渊博 带人和善 每次遇到科研难题时 都永挑重担 而在立功受奖时 又主动将荣誉让给他人 在独山子或国家 省部级科技奖的成果中 他亲自指导参与的项目 有三十项 但他只在两个项目上 数了自己的名字 还排在最后 1995年 王继鄂病逝 终年六十六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问到他是更喜欢家乡山东 还是奋斗三十六年的新疆时 王继鄂回答说 我还是喜欢新疆 1997年1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 追寻王继鄂 自治区民族团结模范称号 给予了这位马伊塔克之子 崇高的荣誉 王继鄂永远留在了独山子 他就在这片厂区旁的高地上 默默守护着自己奉献了一生的地方 而他的精神还在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 《揽胜神舟》 我为祖国献石油 下集《梦想如歌》正在播出 今天到安吉海和峡谷 为学生地质实习探路的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一校区的教师 能源顺道来到了王继鄂的墓前 向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学长致敬 可能是希望此成副业 出生于大庆油田工人家庭的能源 有了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 而能源也真的喜欢上了石油 最早看到石油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大庆铁人纪念馆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油井 看到大庆第一口油井松鸡三井 所以当时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就觉得我们大庆为国家贡献了这么多原油 然后都是我们父辈一手一手创造出来的 所以当时觉得挺光荣的 作为一名大庆人 所以那时候吧 就一直留脑子里有一个疑问 就是石油从哪里来 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找到石油 从2001年到2010年 能源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读了九年书 获得了构造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毕业后的能源怀着梦想 报名去了以环境艰苦著称的塔里木油田 成为一名西部找油人 那时的他还不会想到 七年后他会与母校在祖国的大西北 再次相遇相守 不过这次他的身份不再是学生 而是新建立的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伊校区一名青年教师 新疆有着非常丰富的游戏资源 这里面有着世界著名的地址现象 有着世界级的探探开发工程的难题 这里需要一所高校 需要一个科研院所 能够在新疆扎根 能够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 当我听说我的母校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在3000公里之外的克拉玛伊 建设校区的时候 作为十大的学子 我们特别的激动 也被母校的这种作为 感到特别的自豪 2016年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伊校区 迎来了全国各地的第一批新生 他的建立是十大更好的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服务克拉玛伊市 可持续发展的一次重大选择 也是在学校交代会上 获得全票通过的 又一次使命担当 他标志着 学校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和区域经济发展道路上 迈出了崭新的步伐 克拉玛伊校区 坚持 立足新疆 面向西部 服务全国 辐射中亚 这样的区域定位 坚持 高层次 应用型 国际化 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为一带一路国家倡议 和地方经济建设 提供人才 和科技支撑 在教育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克拉玛伊市的支持下 在学校的总体框架下 努力建成 中国特色 国内一流的 高等工程教育示范基地 克拉玛伊校区 占地7200亩 校园风景柔化 实讯厂房等 教学设施先进 克拉玛伊校区的建立 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共同支持 从年过半百的老教师 到年福立强的管理人员 他们从北京来到克拉玛伊 在这片热土上 开始了新的创业 中国社会大学北京 建设这个克拉玛伊校区 也体现了一所高水平的大学 对于促进西部发展 和新疆民族团结 教育的责任和担当 应该讲这个校区 办学两年来 已经成为我们克拉玛伊 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名片 那么客观上讲 对推动克拉玛伊 迈上高端 城市走向国际 应该讲是起着 十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那么克拉玛伊校区的设立 应该讲不仅是圆了 我们克拉玛伊人 办大学的这个 一直以来的梦想 更为克拉玛伊的经济社会发展 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同时也为我们新疆的稳定 繁荣 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为深入推进 四周路经济代核心区的建设 加快能源资源性的产业发展 培养大量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专业人才 和经济管理人才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走进新时代 中国的石油工业也翻开了新篇章 2017年 中国原油产量1.92亿吨 但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得我国对原油的依赖越来越大 为此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又承载起新的使命 将油气勘探开发的研究领域 向蓝策的国土拓展 在发动机震耳欲聋的风鸣中 直升机拔地而起 飞向远海 今天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杨靖教授 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湛江分公司的领导 将一同前往正在南海 穷东南海域作业的 海洋石油981半潜式钻井平台 去检查和指导 这口深水井的钻井施工作业 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 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 出现在了视野之中 即便是风平浪静的海矿条件下 重达三万多吨的981平台 依旧在海流的作用下摇摆不定 长期从事石油工程 和海洋工程领域教学 和科研工作的杨靖 已经记不清 这是第几次 去981钻井平台了 在他眼里 面前的大海没有丝毫的浪漫 尤其是在地质情况复杂 海况恶劣的南海 要向安全高效开发 深海油气资源 就需要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981钻井平台 最大作业水深三千米 最大钻井深度可达一万米 而在他进程之前 我国建造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 座椅水深只有505米 981钻井平台的建成 填补了我国在深水钻井装备领域的空白 是我国基深世界深水装备的先进行列 被称为国之重器 包括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在内的多家海洋工程研究单位 参与了981钻井平台的设计 建造 海事和应用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杨靖带领团队主持研发的 海洋深水浅层钻井关键技术 为平台的安全高效运行 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技术不光是为他们解决一些 技术的一些瓶颈 更重要的是解决现场司机的问题 就让我们的技术成果能够落地 能够给现场解决一些困难 现在目前在这口井上 我们主要用到我们的技术 一个深水的隔日管的安全问题 第二个技术就是我们的井身结构 第三样技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 钻井的奇数 钻井参数的优化 用什么样的钻井参数来保证 这口井能够高效优质的完成作业 还有一项技术就井壁稳定性 我们石油大学派出了我们的研发团队 把我们的成果从实际前的研究 到实际的现场应用的跟踪 现场的应用效果的反馈 即使能够给现场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全铁师生 忠诚旅行着我为祖国现石油的誓言 而在今天一幅更加壮丽的画卷 正在他们的手中徐徐展开 无论是条件落后的过去 还是科技发达的现在 石油行业都需要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精神 欲人先欲心 欲人先欲魂 家国情怀 艰苦奋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已经成为了十大学子身上的文化基因 新形势下 学校要进一步把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与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教育结合起来 让课堂科研实践文化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 环环相扣 共同滋养新时代的十大人成为国家栋梁 我们要继续坚持服务国家能源战略 继续坚持精品特色开放的办学模式 继续坚持善待学生 尊重教师 崇尚学术的办学理念 继续坚持 强优 拓心 创一流的办学思路 不断提升学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 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期待到2053年 也就是学校建校100周年的时候 我们能建设成世界石油石化学科领域 一流研究型大学 也就是我们的优势学科能出于世界前列 我们的相关的学科也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 能成为一所民师会萃 国际交流频繁 学科更加广泛的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肩负重任 砥砺奋进 在新的时代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将秉承 实事求是 艰苦奋斗 爱国奉献 开拓创新的十大精神 持续塑造 优秀办学品格 养成独特大学气质 积淀丰厚文化底蕴 向着石油石化学科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梦想 阔步前行 与民族复兴的交响中 同频共振 谱写 竹梦石油的 眷勇 夸张